犯爱众 故事一 起来报恩 恩预报 愿欲望 抱怨短 报恩长 从前 浙江 温州 吉祥 有个张姓夫妇 慈悲好善 从不清残悟命 一日黄昏 有数位猎人 追逐一击 几桃无路 奔入张家亭中 那时张妇正坐在亭中缝补衣服 看到己在逃命 急忙用衣服 覆盖他 等猎人追到了 遍寻不见己在 也就离去 张妇见到猎人以远去 才将己放走 这己呢 似乎知道感恩 在三点头 才离去 拜拜 拜拜 四年春天 那只己忽然又奔入亭中 用脚 将张妇的柚子移去 张妇大惊 急忙尾追而去 急跑到甜瓶中 便将其子放下而去 将妇抱起柚子 忽然想起 此己 此己是否及去年所救之己 为何不知报恩呢 心中感到疑惑 等到到了家的时候 大吃一惊 原来房屋已经被 屋后的大树给压倒了 强塌瓦碎 鸡犬禁止 张妇也因为追逐己 母子因而脱险 万物皆有灵 万物皆有灵 就如从前 毛宝少时 旧一龟 后来遇难落水 竟为此龟所救 可见一切物类皆有灵性 一念慈悲救护 物物不知感恩图报 为其他人 恐怕 以下 也不愿意 他不愿意 是